清晨热化掉鞋 清过绣红了明月 谁的眉也又伤了蝶 我只知道远方一身闷泪 终于敲打我的狼狈 快乐不起来的谁 午夜 冒暮回 这悠悠岁月 细数我的憔悴 情是荒废 我不要好累 乱世江山 我不想了解 你在宫殿外 听不见眼泪 看不见心碎 情是荒废 我不要好累 这烽火狼烟 欲待已危险 被寂寞包围 被寂寞包围 我总是遇见离别 你来做什么 玉姐姐 你还能说太狼烈了 我臣 死了 你对我 还能说太狼烈了 你 我算你逼自理 你自己对身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只要你能解气的话 你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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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请回吧 玉姐姐 太子殿下 让妹妹一个人静会儿吧 她不是怨你 只是有些累了 不愿多说话 殿下 你先回去吧 我保证 等她心定了就没事了 你为何这般绝情 等将来 父皇帮你重得太子之位 你再娶她也不迟啊 父皇 这宫中不适合她 帝王之家 更不适合她 还是随了她的心愿 让她当个寻常百姓吧 寻常百姓取亲也是喜事 可我们皇族 大哥成奇也是喜事啊 女儿 父皇 大哥 允弟 父皇 儿臣看您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怎么了 莫不是 怕大哥成亲以后 娶了媳妇忘了亲人 不过也是 大哥 嫂子可是将门虎女啊 怕是厉害得很 你日后 可就没自由了 女儿 你是不是看你大哥要娶亲 自己也想成亲了 还是父皇了解儿臣 大哥 我可真为你高兴 因为从明天开始 就有一位贴心的人日夜陪伴你 真好 想必母妃在天有灵 也会感到宽慰高兴的 谢谢允弟 大哥怎么如此客气了 自从大哥这次回宫之后 似乎与弟弟疏远起来 大哥 你之前可是最疼弟弟了 知道弟弟爱喝葡萄美酒 就领着我们到御酒寺去偷喝 结果 咱们兄弟醉倒的酒窖了 害得母妃找了一宿 云弟啊 大哥不是有心疏远你 只是离宫太久 你是不知从何说起 没关系 那就慢慢说 大哥 我今日特意备了这份葡萄美酒 你我兄弟可要畅饮一番啊 芸儿 明日你大哥就要成亲了 这酒还是明天喝吧 父皇 我这酒可是特意为了大哥成亲准备的 明日 嫂子跟大哥成亲 洞房花竹管东管西的 日后她就没有机会再畅饮了 大哥 你不会推弟弟的面子吧 当然不会 那就好 那咱们兄弟今天就举杯畅饮 不醉不归 成 妹妹 姐姐虽然不知你和大皇子之间 究竟发生了何事 可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姐姐只想劝你一句 闻君有两意 故来相决绝 愿得一人心 白首 不相离 一路宫门深似海 从此消狼失路人 妹妹如此失态 若让有些人见到 可曾想到过后果 难道你要别人说 你和大皇子之间有私情 妹妹 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是呀 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傻妹妹不能哭 大皇子娶妻是宫中喜事 你是候选太子妃的绣女 应该高兴才是呀 你只能笑不能哭 只能笑不能哭 只能笑不能哭 姐姐 你误会了 我是替大皇子开心啊 我是替大皇子开心啊 你看我这么傻 高兴也哭 我 我真的是替大皇子高兴啊 我不能哭 我只能笑 我高兴 我是高兴 你 大哥 我真羡慕 你都去过那么多地方了 真好 下次再去哪儿 带弟弟一块儿去 允弟啊 父皇是最疼你的 他怎么舍得 让你离开这宫殿呢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这天高地阔 我也该出去见识见识 江南烟雨 大漠孤烟 姓弟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 姓弟一定是知道 大哥明日就要成亲了 特意过来 恭喜大哥 对不对 大哥 不是我说的 玉姐姐她不信我 你信吗 大哥信你 大哥信你 行了 咱们不谈这些事了 来来来 明日就是你大哥的大喜之日 咱们三个兄弟 什么都不谈 喝酒 哪 对对 我们今天得喝酒 行逼 来来来 大哥 来 哎呀 行逼 今天这酒一定得喝 咱们三兄弟难得聚在一块喝灰酒 对不对 把酒拿起来 来 跟二哥一起 咱们敬大哥一杯 祝大哥跟嫂子 白头到老 白头到老 来 来 来 兄弟 好姐姐 我敬你 好 我再敬你 我再敬你 再来 明明你少喝一点 再喝一杯 只本在临泉 身躹混禁队 错生帝王家 一楼最愁颜 怎么样大哥 好 最愁颜 真的好愁好难过呀 兄弟你听二哥话 你喝酒喝酒就不难过了 大哥 你去告诉玉姐姐 让她别不理我好不好 大哥不能去 大哥对不起她 对不起她 有什么不能去的呀 兄弟 你要想跟玉儿说什么 二哥去 二哥去给你说 大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别管我 我没事 玉姐姐 以为是我把你们俩的事 告诉母后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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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也是你的弟弟 我不会信别人不信你的 是我要陪我喝的 姚姐姐 醒醒啊 姚姐姐 你接着陪我喝 拿酒来 太子殿下 你们别喝了 我滚 我要喝得像大哥那样 像个男人 姜姐姐 太子殿下 姚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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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以为你也醉了 那是我装的 不然陪妹妹这么喝下去 要是两个人都醉了 谁照顾另一个 小姐心真气 人真好 凭嘴 你去打盆热水来 嗯 然后告诉花爷爷 就是她家小姐 今晚就在我们这儿歇息了 哎 好 问我 你叫什么 你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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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太子妃 我是你夫君呀 余姐姐 哥 好了好了 来 妹妹 擦擦脸 不要碰我 来 恭喜大王子 好 恭喜大王子 大王子受你好意了 明日大婚 祝他们百年好合 好 百年好合 乖 别碰我 好妹妹 姐姐知道你受了委屈 不哭了好不好 早点睡 父皇 我会杀了马一芳 帮父皇报仇的 父皇 马一芳 难道是 楚国失踪的前朝公主 马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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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姐姐 你终于肯原谅我了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我好高兴 我好高兴啊 夫君 只要你将来肯原谅我 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 你是我的人了 那你以后不许不理我 不许再离开我了 行玉姐姐 你 殿下 听说您还没用完膳 臣妾帮您准备了些羹汤 这湖边风景再美 你也不能饿肚子呀 要是不吃点东西 如何熬得住啊 您好歹也用些吧 退下 三年 我 这三年来 你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没想到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这么冰冷绝起 我没将你千刀万剐 已经是手下留情 原来你还在怨我 我知道 我不能跟死人争 他没死 你说谁死啊 就算他没死 他心中也没有你呀 为何你还日日夜夜想着他 你说什么 我说马富雅 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当日寿宴献舞之前 他就告诉过我 他对你只有朋友之意 并无男女之情 你整日为他痴 为他过 无论他是在凡间还是在地府 他都不会知道的 你懂什么 他是唯一懂我的人 要不是你害死了他 你以为我想吗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他找你 不就是要你替他出兵 讨伐我的父王 可是 为人子女 就算我爹他再不对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带着我最心爱的人 去杀我爹呀 带着我 林承 你好好看看我 我才是你败过堂的妻子 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油锅 我都心甘情愿 我不求你现在接受我 喜欢我 但是我求你不要视我为仇人 不要这么对我好吗 你还在做戏 真是难为你了 好 你说我做戏 好 好 是 娘娘娘娘娘 殿下跟太子妃吵起来了 什么 吵起来了 这个丫头啊 真的不让人省心哪 要不是哀家拦着 成儿早就杀了他泄愤了 哀家这边在扑火 他却非要往火坑里跳 这不是找死吗 唉 娘娘您还是过去看看吧 免得这事情闹大了 是啊 哀家如果不是怕楚汉两国交战 留着他只能让成儿堵心 让哀家为难 真是不省心哪 我 燕儿 在 摆驾 赶快去看看 怎么 杀完妹妹 要杀丈夫 你是我丈夫吗 我都这样低声下气求你回头 你怎么还会认为我会加害于你呢 公主 你们不要再吵了 太子妃 太子妃 你不要干什么 放下你的手 你不是想替马富亚报仇吗 都是我 来了 来杀我呀 与其让你恨我一辈子 我 还不如死在你身上 或许还能让你永远记得我 童手 童手杀了我呀 太子妃 闹够了没有 你要再这样 可别怪哀家 没有袒护于你 你不惜动手是吧 好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公主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凌晨 凌晨 你 你原谅我了吗 你听着 我不会让你这么简单的就死 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折磨你一辈子 我一辈子都不会碰你 我要让你就这么孤孤单单的活着 直到长命百岁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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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她到底怎么了 她为什么还不醒来呢 公主 公主她没有救了是不是 闭嘴 要豪丧 就给哀家滚出去 丙娘娘 殿下 太子妃额头上的伤虽不是严重 但心有欲杰 无法疏散 长此一往 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非长命之术 胡说什么 太子妇 太子妃还年轻 怎么会命不长呢 配一些好药 好好给她调理调理 是 下去吧 是 承儿 哀家知道你不肯认错 但毕竟她是你的妻子 还是进去看看她吧 公主 你醒醒啊 公主 你醒醒啊公主 公主 孩子 你醒来了 公主 你吓死奴婢了 您知我知道 你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啊 公主 我是绿翘啊 您从楚国带来的丫鬟 绿翘啊 什么公主 你在说谁呢 公主 你怎么会这样的公主 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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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儿 快 连城你总该认识吧 你一个男人 怎么随便进我房间啊 出去 出去 我叫你出去 出去 出去 什么时辰了 康子 康子 大皇子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我都受麻了 玉姐姐 再来昨晚好过 是啊新帝 我是你的人 怎么是你啊 自始至终都是我呀 昨天晚上 还口口声声甜蜜地叫住我 好姐姐好姐姐 不是我叫的不是你 我叫的是玉儿 玉儿才是我的好姐姐 别跟我提那个贱人了 我才是你的好姐姐呢 不是 我从来都没想给你好 走 赶紧走 怎么 你吃完了就想走人啊 我告诉你孟七星 我度晚不是让人占了便宜 擦擦嘴就能走人的 星帝 我可是你第一个女人 难道昨天晚上销魂的滋味你忘了吗 那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吧 不要 不要 现在说不要来不及了 王后假闹 母后 我 我不是有意的 你这个贱人 姑姑 莫说过 我度晚想要的谁也拦不住 你越是不想让我当太子妃我就越想当 你看 我这会儿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当上了吗 我说 对不起大哥 太子殿下 蜀国有消息了 有何事 说来听听 蜀国太子孟七星 我倒是担心那个被废的太子 孟七佑 此人做太子时 他的胆识谋略 都不输给其父孟之祥 可他不受孟之祥和度后宠爱 被废之后 他天天待在宫中无所事事 像个闲人 他会甘心平淡度日吗 如果他真的甘心平淡度日的话 他就不会藏匿两年 然后再重返宫中 殿下是说孟七佑 想重夺太子之位 自古以来 被废太子哪一个有好下场的 孟七佑会不知道吗 我看哪 蜀国后院很快就会失大火了 小心点啊太子妃 太子妃 太子妃 慢点小心一点 小心啊太子妃 太子妃 台上能必把你放好了 我没事的不用担心 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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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疯 她只是看到了受伤的小鸟 想把她放回朝中 殿下 你怎么来了 太子妃 太子妃 殿下 你真的好厉害啊 没想到 你的身手比小鸟还要灵活 早知道你的身手那么灵活 我就让你把小鸟放回去了 你伤不是刚好吗 需要费那么大劲吗 亲自放回去有才放心啊 这小鸟的翅膀都受伤了 再说 马上就要入冬了 如果飞不起来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南飞回家了呢 南飞回家 你也想回家 殿下 你说话好奇怪啊 这不就是我的家吗 我还能回哪儿去啊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 难道说 我的脸上有脏东西吗 还有吗 手上怎么那么多伤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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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天天都去太医院便食草药 还去后山采集草药 所以才弄成这样的 采草药 你学做些什么 我不是看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我猜想你一定是太累了 所以我就跟太医要了一些药膳方子 我就可以亲自帮你熬药 帮你补身子了 宫里那么多太医御厨 需要你去做吗 我得亲手熬我才放心嘛 我跟你说 连母后都夸奖我 说我做得特别好 说我有做太医的天分呢 糟了 帮母后熬的补药还在火上呢 你也真是的 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要是熬活了还得重新再来 太子妃我忘了 殿下 医书上说 多吃饭少饮酒 就能活到九十九 你就少喝一点酒吧 活到九十九 你看它是真实义还是假实义 没有 这些手银子 那天也在多吃饭少许 这些负禄也有点 这里有点 是 那这是 女人 你会想让我 杰厥 谁让你碰我的东西 我 抱歉 我刚替你缝好了一件袍子 放着 你先出去吧 殿下 您披作诀的时候记得披上它 别着凉了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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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蜀国历朝以来的齐齿大辱 皇子大婚前夜 非子竟干出这种丑事来 皇上 皇上 婉儿还未嫁给大皇子 不算 您入口 圣旨已下 你抗之不尊 灰乱宫廷 皇上 婉儿此之行为有失分寸 但我与新帝青梅竹马 自小感情便胜过旁日 这点 姑姑和我爹爹都知道 虽未延民婚事 但婉儿早已欣喜新帝一人 此生非他不嫁 皇上 求您看在我对心底一片真心的份上 望皇上成全 混账 太子许非 关系到江山社稷 岂能容你这个小女子思作主张 看起来丑事还狡辩 来 皇上 婉儿您又无知 求皇上肯恩 爹 婉儿犯下大错 皇上要杀要寡 婉儿都认了 女儿不孝 望爹爹保重 兄弟 此生虽不能嫁你 但能与你有一夜情愿 与愿足远 皇上 一个巴掌拍不下 错 不在婉儿一个人身上 您是绕着弯子说 是朕教子无方吗 微臣不敢 求皇上 看在这些年度假忠心耿耿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 饶婉儿一命 婉儿 是微臣的命根子 婉儿管教无方 愿替婉儿一死 求皇上 开恩成全 爹 是婉儿的错 要杀就杀婉儿吧 爹 我不能连累你啊 爹 爹 皇上 父皇 畜生 你这个丢进我大数颜面的畜生 父皇 儿臣不是故意的 儿臣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事啊 实在是太妙了 娘娘 千分万算 没想到 这杜婉的胆子这么大 是啊 连自己亲姑姑的台都敢拆 本宫真是佩服 佩服 娘娘 这杜婉闯了滔天之祸 您为何 不借此削了杜如海的兵权 不急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都能闹出这样的笑话 本宫要引引为鉴 处处事事详心才是 可娘娘 既不合施 施不再来呀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杜如海这个大草包 这些年来犯下多少错 前些年 陕南流寇作乱 他非但争讨无辜 损了多少兵 折了多少将 耗了多少军粮 他犯下这么大的错 皇上也没有隔了他的职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是碍于他的妹妹是杜皇后吗 错 欲蚌相争 余翁夺利 皇上是在防着我 皇上他防着娘娘 现在是三足鼎立的时期 如果我的势力越来越强 皇上手上可没有应对的兵马 是啊 韩统领是娘娘的人 那杜如海却是皇后的兄长 所以皇上这只老狐狸 也不是等闲之辈 只要我跟杜飞鸿之间的势力相当 他就可以作弊上官 一旦有一方的势力减弱了 这三方互相制约的局面 就支撑不下去 必定会斗刚 你死我活 苦 你是觉得丢人哪 还是觉得自己没用 混账 由你当太子 岂不是我大叔要到了尽头了 尹尹尔 银河过 你和我 天与地 爱与愁 握紧我的手 轻听我 轻听我 流动的脉搏 在诉说 我不怕黑夜里的魔咬 只要你懂我的温柔 爱可以随身火热不怕痛 爱可以翻山月里 没尽头 望一眼千山万水 望一眼人是权费 你的誓言是最美丽的瞬间 你的瞬间 带我飞到永远 你的瞬间带我飞到永远